我们居住姿势已经违法 要再不解散我们将使用强势力 他们强势力 双方互呛激烈抽突 一触急发远景到场 拿出喷雾器朝脸狂喷 男子表情痛苦倒在地上 远景熟练示范防护型喷雾 这成分有辣椒水 含天然辣椒以及胡椒 强调没有瓦斯成分 对人体不会有致命危险 但还是会有刺痛感 那种痛感会持续 大概要30分钟之后 才能够完全消退 他的感觉就有点像被太阳灼伤 那种感觉 但是比他剧烈大概200倍 街头知识打架的精神病患 或者酗酒泥醉的 不可理议的民众 我们希望能够用 这种非生命性的应勤装备 来让他抗计 丧失抗计力还有攻击能力 强调不会用在成抗活动 要让远警及时控制脱续状况 过去旅旅因为远警开枪 不慎打死嫌犯 衍生后续官司缠身 才会让警政署研发新型武器 防务型喷雾为了地线远警 成了警方执勤性的选项 不再为了要不要开枪而苦恼 面对突发状况更有保障 列刘世伟 校尉山SA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